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493集 悬赏龙大鱼 谁能够将他给我抓来 我墨家必有后报 呼吸经文 时间秒数 鬼宝兵器都可作为赏金 墨家一口气 说出数种呼吸法 都是消失在历史上的知名法门 居然被他们所收藏 此外还有妙术兵器等 都是西式真品 无形节 那头怪龙 龙大鱼 又为处风背了一次黑锅 大慌中 某一片仙家气韵缭绕的洞府内 龙大鱼带领几头幼龙 正在挖掘一片秘境 获取大造化 这个时候他浑身不舒服 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谁在诅咒我 他咕噜 最后骂了一句 爷已经从头再来 谁能将我怎样 即便大模打样走出去 又能如何 没有仇人认识我 他不再担心 浮现笑容 看起来很奸诈 只是 如果让他知道 又为基大德背锅 肯定要跳脚 通天瀑布前 墨家百般寻觅 先是要抓龙大鱼 而后也针对基大德 发布了一则悬赏 也想质询他 虽然 只有狗娃 五成一个人说 那可能是基大德 其他人都不认可 但墨家是宁杀错 不放过 瀑布已经变得清晰而晶莹 随后弥漫灿烂光彩 一夜过去 不再是血浦 不对 有古怪 这里有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 墨家一位巅峰老天尊喝道 他眉心的灰眼睁开 很恐怖 简直能忘穿一切 他心有所感 这地方有人在窥视 这时 石佛突然喝道 有血灵 他手中的钵鱼中 插着一根清脆碧绿的菩提枝 突然发光 绿盈盈的 而后闭光重笑 事实上 其他几位强者也有敢 一起出手 轰隆一声 他们一起向着瀑布中打去 结果 一具残缺的肉身飞了出来 浑身发光 居然很圣洁 闲光亿万缕 百物千万道 在这里激荡 这是一具腐烂的残尸 灵孔扑出 释放惊人的能量 这让在场的人都动容 都心惊肉跳 居然飞出有肉身的邪灵 过去可都只是多舍而已 今天大不相同 他们意识到 这相当的可怖 一个弄不好 会惹出大火 诸位道友 联手割杀他 千万不要放走 刚从通天 仙谱出来的邪灵最脆弱 一旦给他时间 以后可能无法制衡 有人喝道 其实不用他多说 所有民俗 都知道这问题的严重性 全都毫无保留的出手了 那些灵被石斧 浩元等人进宫后 爆发惊天动地的仙光 但是最后还是炸开了 这引发血雨乱 所有人都在大叫 庇护自己的门徒子弟等 在第一世界倒退出去 这片地带被仙光白雾等覆盖 至于那通天瀑布 则是断开 而后又重新坠落 一片白茫茫 请可见 天翻地覆 仙光激荡 白雾汹涌 让这里成为毁灭之地 当中各种法则和交织 大道符号密集 在此过程中 通天仙谱上方 有一辆残破的黄金战车 当中坐着一个女子 风华绝代 冷静而镇定 事实上 那残尸是他打出去的 不是自己飞腾而出 这时 待外面大乱 先误于毁灭性能量光芒覆盖一切后 他果断动身 驾驭战车直冲而下 没入下方的深潭 而后闯进阳间底下足脉中 他仍不知鬼不觉地避过这些强者 并未再次出手 当通天瀑布外平静下来 各方强者都沿着以带向前逼去 可惜 瀑布上游 预警的大型场域早已毁掉了 不然的话 一旦有异常 会有天中鸿鸣 提前示警 有人说道 皱着眉头 各位道友 快来看 这邪灵的肉身四分五裂了 而且再腐烂 没有一点灵魂波动 这是被我们彻底割杀了 还是说他毒舍成功啊 一时间 这里气氛紧张 许多人倒退 唯有几位天尊上前仔细凝视 探查结果 那具残尸被打成数十块 分裂在此 有些可怕 他不仅浑身开始腐烂 而且血肉与骨头等都变得漆黑如墨 一股腐臭弥漫出来 带着无光 小心一点 各位道友联手封印他 不错 这是难得的一个有肉身的邪灵 值得好好研究 不要怕 前些有过研究 邪灵进入我们的世界后 会被我们阳间的某种物质所腐蚀 肉身腐烂 变成黑色 最正常不过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的天地会主动扼杀他们 没错 就是他们的精神很特殊 能保存下来 所以选择夺舍 这么说来 邪灵所来的世界 其能量属性有问题 跟我们这里相冲 所以肉身会腐烂 注定毁灭吗 可探这具残尸 背了好大的一口黑锅 成为探路石 地下 那疯子绝世的女子 驾驭黄金战车远去 可是速度越来越慢 她的身体鲜光激荡 但却在不断的暗淡中 被强烈腐蚀 她在地下的速度越来越慢 童天仙谱上方 楚风正在听老谷讲述 关于邪灵的各种隐秘 其中就涉及到某种推测 在此过程中 老谷甚至提到 邪灵带着肉身过来 会在这片世界寸步难行 最终可能会被毁掉 楚风阵臂 还等什么呀 去抓那头大邪灵 我大哥推言 邪灵所在地很恐怖 不是某一历史节点 所连接的另外一条 进化之路文明的所在区域 就是 进化史很可怕 也很悠久 在没有尽头的古史中 曾出现一个又一个节点 让进化走向不同方向 途中 发生太多诡异与可怕的事 整部进化史 若是深究 各个支点 若是全部显现 那将是要挟的 充满血与乱 更有一些未知的恐怖源头 会震慑万古诸天 所谓的邪灵所在地 也有可能是当年杨洁 跟先祖大战之地 老古神色严肃 这是一种推论 是他大哥的推演 杨洁认为 当初跟先祖的大战胜利了 击溃了先 然而 也有个别人认为 其实杨洁战败了 最终无奈截断了 跟先战斗的最前沿之地 将那片战场 隔绝在特殊的时空中 同天瀑布下 一群人封印了邪灵 残尸 各族给平分了 要去研究 这种生物出现活体 出现肉身 实在是具有振动 阳间各族的 惊人研究价值 进化路上 需要这样的 个体实验材料 这种邪灵 能够成长到如此地步 其进化 自有独到之处 对于一些掌握 究极经文的家族 他们族内吹死的老族 对这样的域外尸体 肯定是无比渴望 不错 真是大收获 我刚才简单探索 便已经初步地觉察到 那些灵腐烂的肉身内 有莫名的能量符纹残留 跟阳间的大不相同 值得借鉴 造化呀 这次收获不小 一位老天尊 哈哈大笑 横拓 石佛 浩元等人都很满意 只有莫家人脸色阴沉 族中死了两个滴系血脉 让他们很不满意 那龙大鱼 还有见鬼的基达德 到底死了没有 按理来说 莫雷都杜劫失败 惨死在此地 跟他有牵连的人 也应该活不下来才对 这片地带给我绝地三百丈 搜寻个彻底 该死的龙大鱼 莫家将龙大鱼恨死了 即便莫雷的死与他无关 但是莫封的死也肯定跟他有牵连 他们恨不得 立刻抓到那头怪龙 一时间 始皇面色如土 简直不敢呼吸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